深度工作力是指工作时能进入任务深层核心 集中完成任务而不分心的能力 这样将能以更少的时间创造更好的成果 人在一种无干扰的状态下进行专注的活动 能够让工作效率达到极限 那具体要怎么做呢 书里面给出了三个原则 一 首先要极致专注 你想做的事情越多完成的反而越少 我们必须要学会对那些分散精力的琐碎是说不 二 关键指标 在工作上找到关键指标 比如灯丝的材质 就是发明电灯泡的关键指标 那爱迪生呢 就在这个点上持续的投入更容易达成目标 三 醒目的计分板 给自己准备一个醒目的计分板 让自己的工作进度和成果可见 这样我们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目标 写时刻掌控进度 深度工作三原则 一 极度专注 二 关键指标三 计分板提示 掌握这三原则可以让你迅速的进入深入工作 你学会了吗